哈囉大家好,我是阿斯 然後5月13號有開的這個雙席冰原 冒險行星的雙席冰原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火鳥 火鳳凰 然後他們是213等 然後基本上打不贏 其實也不用打 你只要把 走到這裡的時候 這裡的時候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這個平台原本在上面的 它就被拉下去 拉下去的時候這個位置 好 這個位置 到這裡砲台 然後這個砲台要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平台 拉下去 拉下去 拉下去之後用砲台去射 射就打到這個地方 然後那個火鳳凰就被打死了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 都 都很簡單啦 邏輯很簡單 這兩個地方 我想了蠻久的 呃 主要就是砲台可以打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呃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不知道怎麼過去對不對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線索 不是8 也不是7 不是6 是7 到底為什麼是7呢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做 那個傳送平台的時候有發生 他說 訊息有跳一個說是 呃有一個什麼東西被開起來還是 怎麼樣的訊息 然後我們就一直做這個傳送平台 傳送個 幾次 應該是7次啦 因為我們在做傳送平台的時候他有出現跳出訊息 所以應該是傳送7次之後 就會一些道路出來 應該是啦 我試試看 不然我想不到怎麼走過去的 好 那第幾次啊 應該是7次啊 因為我之前有做了兩 三次了 有嗎 有嗎 沒有啊 呵呵 好 我們再走個別的地方 好 我們換這邊了 過來之後 欸 我應該超過7次了啊 還沒嗎 好 我們先去拿那個 好 我們先去拿那個 我們剛才用炮台打死這個這個地方 好 我們先把它解掉 好像是10張不知道什麼東西吧 是嗎 好像是 好像是卡片什麼的 我先去拿那個 抓 詹星師召喚券 湊齊10個可進行一次10連抽 進入關卡12之1或VIP到 當個解鎖戰行一次 好 我應該還不能解 哈哈 還不能用啊 然後呢 這個地方到底怎麼過去呢 應該是傳送 傳送好幾次應該就會有啦 有啦 欸 為什麼 沒有 嗯 難道我誤會了嗎 應該是啊 還是要各來回 一次來回這個然後再多過去那個 要這麼高剛嗎 好 我們試試看 要這樣子嗎 應該不用吧 要這麼麻煩 怎麼不是個遊戲 只是個遊戲 需要這樣子嗎 欸 有了 喔 OK 也就是說 欸 我們要先去拿這個喔 這個難我再做這件事情 要不然打到這邊你就回不去了 OK所以 正確的話應該是 一個 慢慢打 Rechts 打 打到這裡的時候 然後 然後 跑跑跑跑跑跑 把上面東西全部都拿完 拿完之後 這個 黃色 開關 開下去之後 就可以拿下來 再用去砲台 去 金用 去 就 說 ない 然後把這個黃色升起來再拿這個卡片 拿完卡片之後 再去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走過第一次傳送傳送到這裡來 滑鼠的地方 然後再傳到這一個 然後再去走這個傳送門 然後就直接傳送到這裡了 就是這樣 大家聽得懂嗎 好 那我來打 打一下 打他會得到什麼 好 七等七等 應該很簡單 好 直接收割 他們不會復活 七七七 水 七七賺 我可以重置是不是 重置會怎樣 可是寶物都拿過了啊 重置沒什麼屁用啊 對不對 我重置再進去 應該是一樣的 OK 一樣 剛拿到哪了 好 就是這樣 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跟FV 謝謝大家支持收看 拜拜